大樹塌落到纜車的路軌 工作人員冒著雨搶收 據了解受影響的範圍達到20x30米 警方和消防也接報到場協助清理 從另一個角度可以見到 大樹連根拔起 星期日中午時分 黃雨加上猛烈的陣風 令到半山八家道的這棵直徑超過1米的大樹都頂不住 受事故影響山頂纜車服務一度暫停 而在旁晚網站就仍顯示服務會稍為延遲